這話是否也在對自己說 立法院長韓國瑜跟卓院長的咖啡會聊總預算 當面指出總預算卡關的癥結點 是行政單位錯失黃金協調機會感到可惜 但預諾願盡最大努力 就算多召集幾次協商也沒關係 預計在下周促成双院長藍綠白三黨團幹部 一場和解犯化解預算張局 韓院長非常的苦心 我想他的想法他的計劃一定會落實 講這話還特別瞄眼站在旁邊的藍營總召 國民黨會出席 那我們也希望院長 國會跟行政系統的合作 能夠全面的展開是全民之福 希望這次的參會也不是一個陷阱 要塑造假溝通的錯誤認知 正面看待韓院長出手調停 指這和解犯預計在10月4號 但民進黨團將在10月1號程序委員會再度排案 這時間點或許有點尷尬 若順利確定議程就能排時間邀請卓院長針對總預算案報告後 就能到各委員會進行審查 但協商若未成只能在等 畢竟預算法只要求立院應於12月前議決總預算案 而藍營私下透露不會卡到明年 我們希望程序委員會不要再檔案 這個其實是立法院運作已經是惡例了 對話的方式來取代對抗 不過就在總預算卡關ING 許多青綠粉專也網路上瘋傳 藍白磁果導致明年多項社福津貼不再發放 不過這說法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以三大點打臉 表示是錯誤訊息 因為依據預算法仍可動用經常性與法定義務的經費 意思就是不會因為預算卡關而凍結 在朝野僵局還沒化解前空戰假訊息先一一打破 責任不過記者專門 責任